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Real-Time PCR所进行的一些 Primer跟Probe的Design的部分 那在下面呢 就先提供给大家 就是针对Apple-Bow Systems 提供给大家三个不同的 Real-Time PCR设计Probe跟Primer的一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在我们原厂 有针对一些大家常看的一些GIN呢 设计好这种Commercial的GIN套组 那这些GIN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实际上有拿我们的Sample 去做一个Task 那确定PCR能够成功 才会放在网络上 给大家做一个搜寻的一个动作 所以大家可以针对你今天想要看的 不管是GIN Expression部分 或者是你有一些SMP的点 想要去侦测的话 你可以到网络上呢 去输入SMP的ID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基因名称 那软体在搜寻出来之后 它就会告诉你说 在原厂这边有哪些 已经设计好的ASA可以提供给大家 这些ASA里面呢 都是有同样的一个 针对这个GIN所设计的 Forward Reverse Primer 跟一个Probe 那它是Mixture 成一个20倍的一个浓度 那只要是利用这些ASA呢 它的PCR Program 都是利用我们Default条件去Run 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做任何的Modify 那除了第一个方案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希望 把序列交给我们 请原厂来帮你设计的话 你也可以将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Custom Takement Asset 那Custom Takement Asset的话 主要是针对一些 如果网路上你没有找到的一些基因的话 或者是说并没有你要看的物种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序列交给我们 请原厂帮你设计 那设计出来的一个format 其实跟上面是很像的 它也是将把Probe跟Primer 把它Mix在一起 那除了第二个Custom Takement方案之外 大家也可以最后就是 自己去利用Primer Express的软体 这个软体都在我们所有的一个 机型的一个电脑上面都有 这样的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可以让你自己来设计 你的Primer或者是Probe的部分 好 那在这边呢 要先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在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没有推出另外一个叫做 Takement DNA Genotyping Asset 那Takement DNA Genotyping Asset呢 它其实全名叫做 Drug Metabolism Genotyping Asset 它是针对药物代谢基因 所设计出来的Genotyping Asset 那在这里面的Asset呢 它也是针对一些 Polymorphism的一个侦测 那这里面就有 Forward Reverse Primer 那包括两条 针对这个图片的位点 所设计的Takement NGB Probe Takement NGB Probe 那目前呢 目前已经有将近2000个Asset 是设计好的 然后有针对220个 药物代谢基因 所做的一些设计 那这些Asset 我们都实际上有经过 我们的Wet Lab的Valida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有拿 实际上有拿我们的Denormy DNA 然后在四个人种上面 去做一个Test 那这四个人种分别包括 白种人、黑人、Chinese跟Japanics 这四种人种 OK 那在这药物代谢基因的 这个List上面呢 就包含了 Phase 1的药物代谢基因 Phase 2的药物代谢基因 以及Transporter 药物的一些Transporter基因 那这些基因都有 有做进一步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要搜寻这些基因的话呢 这些Commercial的一些基因套作的话 我们可以到原厂的首页 www.applyobiosystems.com 好 那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首页上面 有一个Product and Service的选项 点选进去呢 在这个画面的右边 右边中间的部分 它会有秀出两个Search的视窗 一个是Gen Expression Asset 一个是Genotyping Asset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搜寻的一个画面了 在这边会有一个Search for的一个框框 请大家把你的基因名称 把基因名称输入进去 那如果是做SMP的Search的话 请你把SMP的一个RSID 输入在这个Search for的框框当中 OK 然后呢 在下面呢 请你选择物种 那以Gen Expression的Asset来讲 我目前有针对人类 大鼠 小鼠 然后阿拉伯界 跟果蠅的部分 去做设计 目前有这五种物种 那大家可以把你的 你想要看的这个基因名称key进去 然后按下Search之后呢 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有 已经设计好的一个基因套组 那如果按下Search之后呢 它就会把 跟这个keyword相关的这些Asset 都把它list出来 然后我们每个Asset 都会给它一个Asset ID 都会给它一个Asset ID 那我会请大家先去核对一下说 这个Asset ID 后面的这个GIN Symbol跟GIN NAND 是不是你真的要看的那一个GIN 好 先核对一下基因名称 是不是正确无误 那另外在后面这边 会有一个Reference Sequence的ID给你 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因为它会把 我们的这个Asset 是从哪一个Reference Sequence上面 设计出来的 它会把它列在这里 所以我们可以点这个Sequence进去 看一下说 是不是真的你要看的 那一个GIN的序列 好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 如果说在网路上面 有搜寻到你要看的GIN 你也可以把序列交给我们 请原厂设计 好 比如说你今天是想要设计 一些病毒的物种的话 你可以把序列给我们 请原厂帮你设计 但是在交来一个原厂之前呢 请大家先到NCBI上 去做一个比对的动作 请大家先把你的序列 丢到NCBI上 去做一个Blast的动作 来确认这个序列的专一性 那因为这个序列的专一性呢 你可以增加我们设计的一个成功率 原厂拿到这样的一个序列的时候 它并不会特别去帮大家去做比对 那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先去做比对之后 如果你发现你的序列里面 有哪些位置是跟别的GIN很相似 或者是跟别的物种很相似的 一些区域 你可以把它用N把它mark起来 你可以把原本AGCT的位置 用N去把它标定下来 那原厂在收到这样的一个序列 带有N的位点呢 它就不会把Probe跟Prime放在这些有N的位置上面 它可以增加设计的一个成功率 好 那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自己利用 Prime Express这个软体来自己设计Prime跟Probe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电脑上面都附有Prime Express这个软体 在所有原厂的电脑上面都附有Prime Express这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呢 它设计的概念跟我们以往设计传统PCR的概念不太一样 以往在设计传统PCR的概念呢 我们可能是先把我们要设计的这个 想要设计的这个Prime的区块找出来之后 我们去计算它的一个annuling的温度 然后再去设计我的PCR Program 那现在这个Prime Express它设计的概念跟以往刚好颠倒 我们是把一些条件先固定下来 譬如说我们把PCR的Program先把它固定下来 那我们把regent所用到的这些chemistry把它固定下来 我们再去定义出我们要设计设定的一个amplicon的长度 把这些全部固定下来之后呢 我再回过头去找Prime放置的位点 所以呢从这个软体所设计出来的一个好处就是 只要利用这个软体所设计出来的这些primer或者是probe呢 它都可以放在同一个round上来进行 因为它的PCR Program都一样 不需要每一对primer去做一个optimization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里呢就帮大家把 在这个软体的参数页所设定的这些参数把它列出来 那给大家做参考 大家不用特别去记它 这边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要设计real-time PCR所需要用到这些primer跟probe呢 它所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那譬如说呢 以我们的所有这个real-time PCR建议的一个amplicon的长度呢 都是建议在50到150base pair 50到150base pair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增加长度的话 最常不要超过250个base 最常不要超过250个base 那另外不管是probe或primer的序列里面呢 GC比例都是可以借在30%到80%的一个区间当中 那我们不管是probe或primer的序列里面 我们都要尽量避免重复序列的出现 尽量避免重复序列的出现 尤其是避免4个或连续4个以上的g 好 连续4个以上g的序列 那针对takeman probe呢 我们要设计如果是做定量的话 我们会建议它的tn值是在68到70 如果是做定性的话 必须在65到67度左右 那因为要达到这样的tn值的话呢 我们就要probe的一个长度 就会根据你今天使用的是takeman ngb probe的设计 还是传统的takeman probe 它的长度有不一样的一个长短 那在左半边这边呢 你会发现说 这边有非常多probe所需要注意的guidline 这里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那在软体的参数页里都有帮大家设定好了 那这个部分也会请大家帮我做留意 在这里呢 你大家会看到说 在我们的probe的序列当中 尽量避免6个连续的a的出现 因为我们过去发现 如果这个probe的序列里 有太多连续6个a的出现的话呢 它发现它的NTC的一个signal NTC就是no template control 它的一个荧光的background signal会比较高 NTC的background signal会比较高 另外在probe的第一个newk台不能够是g probe的5pran端第一个newk台不能够是g 因为过去发现g的结构 它会去抑制前面的这个reporter带的荧光表现 所以probe的序列第一个newk台 尽量表示g 那另外就是在probe的序列里面当中 要去选择一个c比g多的序列 在probe的序列当中 要去选择一个c比g多 它的原因其实跟上面这一点很像 一样就是probe的序列 如果当中g太多的话 它多多少少会去抑制 前面reporter带的一个荧光表现 它多多少少会去抑制 前面reporter带的荧光表现 那另外呢 就是包括还有probe的序列里面 probe的尾端 就是3pran端 倒数回来的4个newk台当中 不要有太多的g 或者是probe的序列当中 中间的区域当中 不要有太多的cc.newk台 这两个参数都是为了避免 荧光的signal减弱 好 都是为了避免荧光的signal减弱 那这个是probe所需注意的一个guidline 那在右边呢 这边就是有primer必须注意的guidline primer的tm值一般是低于probe10度 所以大概是58到60度c 那primer的 primer这边只有一个参数要特别注意 就是primer的3pran端 倒数回来的5个newk台当中 不能有g加c的比例太高 也就是说 我们建议不要有超过两个以上的g 或两个以上的c 或两个以上的g加c 好 好 那下面这边的一个卡通图 只是让大家了解到说 我今天的amplicon长度越长的话 相对来说我的primer效能会越差 好 你可以看到这边一个200bp跟500bp的一个primer efficiency 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200bp的primer efficiency 相对来说是好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primer的一个产物 不要设计的太大 PCR的一个 要进行real-timePCR的一个产物 不要设计的太大 好 那在我们prepare上来讲 我们要配合的一个设计的方案 跟我们的试剂呢 它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那在一般来讲 大家在进行real-timePCR的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个tool-set的rtPCR 也就是把我的RNA先利用rt的kit转成cDNA之后 我利用cDNA的template来上real-timePCR OK 所以在这边就是有配合 配合我要使用的takement或者是cybergreen的系统 还有不同的一个设计方案 那这边呢在reagent上来讲 针对takement的部分 它就是用两倍的这个takement universalPCR master mix 好 那如果是cybergreen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用两倍的cybergreenPCR master mix 或者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powercybergreenPCR master mix 这个powercybergreen是针对前一个cybergreen的PCR master mix 的第二代cybergreen的试剂 那在powercybergreen来讲 它强调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会把我们的ampli-take-go的这个效素呢 去做一个高度的纯化 那经过高度的纯化之后呢 它可以降低bacteria DNA的干扰 它可以降低bacteria DNA的干扰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效素都是从bacteria萃取出来的 所以我们经过一次纯化之后 它强调有LD 就是low DNA low bacteria DNA的一个干扰 而且它的sensitivity 它最低可以到达两个copy的一个侦测 那另外来讲 以它的荧光强度跟它的一致性 相对来说都有经过进一步的一个改良了 那下面我们是实际上把我们的powercybergreen呢 去利用beta-18这个gene的primer来做一个amplify 然后去配合 去跟其他厂商的试剂来做一个比较 那你可以发现 以我们公司所 同样的一对primer 以我们公司的试剂 它所产生的一个CT值是最低的 就是最早被amplify起来 那另外以荧光的强度来讲 以我们的试剂 它的荧光强度相对来说是最高的 那下面是一个96 Whale的一个重复的一个sample 96 Whale重复的一个sample 那我们实际上去做这个重复性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可以达到0.078 standard deviation可以达到非常低的 0.078的一个数值 那除了2-set RT PCR之外 也有些人会去做1-set RT PCR 也就是它是在real-time PCR上面呢 做了RT之后 接着做PCR 所以它在上机前呢 它的template就是从RNA开始 OK 那从RNA开始的这个template呢 我们一样primer probe的设计 就是可以follow刚刚讲的 Takeman跟Cybergreen 它有各自的一个系统 那region上面呢 就要特别的注意哦 这里并不能够把前面的 2-set的RT PCR设计 把它混在一起上机哦 这里有特别一定要使用的 1-set RT PCR的设计 那比如说以Takeman来讲 我们有两套1-set RT PCR设计 一组是Takeman 1-set RT PCR Master Mix 在这里呢 就里面就有两管 一管是RT的MICTURE 一管是PCR的MICTURE 好 依照它的一个倍数呢 就是final取一倍的量 来使用就可以了 另外呢 就是针对 第二组的Takeman的 1-set RT PCR设计 是Easy RT PCR Co-Reagent 在这个Kit里头 里面每个component 都是独立成一管的 所以在这边 会有非常多的一个管子 那这个 Easy RT PCR Co-Reagent的部分 它是利用一个 叫RTTH的酵素 这个RTTH的酵素呢 它可以进行RT的反应 然后之后做一个PCR的反应 OK 那下面的这个Cyber Green的试镜呢 这边有一组是Cyber Green的 RT PCR的Region 这边有一组 One-set RT PCR Region 那在所有的Real-type PCR的试镜当中 我们都有include一个Rox的Dye 这个Rox呢 它本身是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 一个反应的一个精确性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如果有重复样品的话呢 我们利用这个Rox的Dye 它可以来帮我们做一个 微量Pripeting Arrow的一个矫正 那你可以看到 像左手边这张图形 在没有RoxDye矫正的一个现象当中 所以在我们所有的尸体里头 还有这个RoxDye呢 那经过这RoxDye的矫正之后 你可以发现 我今天如果在有重复样品的地方呢 我的重复性都非常的好 可是一旦没有RoxDye的矫正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这几个重复样品 它的线都是散开来的 而且它的Standard Dividuation非常的高 那这个Rox是怎么做矫正的 我们是把我们所有reporterDye 所侦测到的荧光去除以RoxDye 那这个RoxDye 它是在试剂当中 它是跟着我们所有试剂里头 都含有这个RoxDye 它在反应的过程当中 它并不会有变化 所以你今天的体积 如果没有明显的变化的话 这个RoxDye的荧光讯号 应该都要很接近 那我们今天的软体 会自动帮你去把reporterDye 去除以那个Well的 所产生的RoxDye 那除完之后 它就是在做一个校正的动作 可以降低我们的 可以校正掉我们的 微量的PiPetting Error 好 那最后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就是关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也有推出了MicroRNA的Asset 所谓的MicroRNA 它其实是一个内生性的一个RNA 那这个RNA它本身的功能是 会去调控其他一些Gene的Expression MicroRNA本身就像大家常听到 这个SRNA一样 它会去调控我们基因的 它会去抑制我们基因的表现 它主要是利用转入调节的方式 去抑制它 或者是它会去裂解RNA 它会去裂解一些mRNA 所以MicroRNA本身它就像SRNA 只是它是内生性的一个RNA 那在现在很多人也会针对 这个MicroRNA的部分来做一个研究 他们想要去侦测说 因为MicroRNA它会调控很多基因的表现 所以他们也想要去测定在人体内 或者是生物体内 这些MicroRNA的一个量 那在原厂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有提供给 针对human的157个MicroRNA 去设计了157个MicroRNA的Asset 那这就是一个human panel的部分 另外我们有针对 特别针对一个MIL-16的这个Gene呢 MicroRNA呢 来去做一个Asset的一个设计 那这边主要 这个MIL-16它主要是在人体内 它会高度表现的一个MicroRNA 那MicroRNA它的一个RT的部分 它有特定的一个RT的Kit 它有特定的一个RT的Kit 那配合这样的一个RT的Kit 加上我们的PCR的Kit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MicroRNA的一个侦测了 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